当地时间15号 塔利班代理总参谋长卡里·法西胡丁在喀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正在就组建军队进行磋商 阿富汗将组建一支强大有序的军队 此前 阿富汗当地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临时政府第一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 因塔利班内部分歧受伤或死亡的传言 15号 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多哈政治办事处发布了两段 巴拉达尔接受阿富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视频 巴拉达尔在视频中再次表示他本人目前情况很好 塔利班内部不存在所谓分歧